沉香在生活中有多元化应用 自古以来是宗教既是圣品 也是昂贵的致病药材 这几年还成为热门的艺术收藏品 为了保障流通在市场上的沉香异品 有合理稳定的买卖价格 全球沉香最大供应商三生集团 定期举办专业的沉香讲座 让大家能够确实分辨沉香的好坏 2017年4月9号 三生集团在台中市三德沉香艺术中心 举办一场沉香收藏家认证课程 邀请国宝级木雕艺术大师李文武 跟成员相方负责人谢清禾 前来跟大家分享沉香的魅力 今天大概让大家做一个了解 沉香其实不是那么难 你只要懂味道然后会辨别 大概你可以从入门里面挑几款 你比较喜欢的来做一个收藏款 因为沉香收藏艺术会取代房地产 所以先要让他们知道说 怎么去了解沉香雕刻艺术 木雕艺术大师李文武在这场收藏家课程中 带来了两件精美的沉香雕刻艺术作品 并且以艺术创作者跟收藏家的角度 全面分析沉香艺术品的价值 带领大家能够深入认识沉香的美 除了有李文武大师金辟的演讲之外 成员相方负责人谢清禾 也带来丰富的课程内容 现场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沉香样本 教大家如何透过味道跟颜色 快速分辨市面上的真假沉香 全球沉香研究鉴定交流总会理事吴俊豪说 这次的收藏家课程 不仅对沉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提升了欣赏沉香艺术品的层次 我感受到的是说 这个艺术的境界是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 绝不是由我们自己评断说 这个产品看起来美就是艺术品 这个定义很重要 三声集团一直努力推广沉香艺术文化 2016年还在台中市成立三德沉香艺术中心 连续举办多场沉香相关讲座 邀请海内外讲师前来授课 三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山荣说 三声集团希望透过企业的力量 提供艺术家跟收藏家一个专业的沉香交流平台 稳定沉香的市场价格 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沉香艺术品 感受优雅的香道文化 记者陈文旭 温暑化台中报导